有这么一个诅咒网站 只要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 再选好对应的诅咒价格 就能给对方来个相应的惩罚 轻则有汤料件到白衬衫上 中等有心脏病突发 重则性命难保 而作为女主的小美 身为职场新人的她 这天又被老板一番指责 不仅说她工作做不好 还说她语气太差 硬是当着全公司的面 让她把出师表背了个十遍 小美都快气疯了 回到家就是开罐冰啤酒奖励自己 可就在这时 邮箱忽然发来一条链接 美女 此时的你身受老板的烦恼吧 点开链接 就能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她点开一看 这正是那诡异的诅咒网站 诅咒分为五级 最低级的五块 最高级的五千块 小美充满好奇 便买了个五块的试试水 等她写下老板名字上去 网站便告诉她 24小时内 被诅咒者就会被惩罚 不过这换作是谁都不信 小美也只是图格勒 根本就没有在意 谁知隔天上班时 手机就收到了诅咒网站 发来的视频 她点开一看 里面居然是老板 只见对方在吃面时 猛的就被隔壁捉见了身汤汁 小美笑开了花 看来诅咒是真的呀 然而刚回到公司的老板 一看小美在那偷笑 心情瞬间给点炸了 冲着她就又是一番嘴臭 而小美下班后 想着找男友诉诉 可对方听了 却反过来说 她不懂遵循职场规矩 搞得两人大吵了一架 小美气不打一出来 回到家就是蹲蹲蹲 她再次点开诅咒网站 这次她下定决心 必须要给老板颜色看看 这是神奇的诅咒网站 只要输入被诅咒者的名字 再选好对应的诅咒套餐 一天之内 对方就会受到相应的诅咒惩罚 而小美因为老板对自己的指责 搞得她和男友大吵一架 只见她打开诅咒网站 买下价值500块的超级诅咒 她满心期待 这次老板又会受到什么惩罚了 就在第二天 老板出乎意料地没来上班 而随着手机响起 是诅咒网站发来的视频 小美点开一看 居然是老板在上班路上 忽然突发了心脏病 但好在救援及时没有什么大碍 而接连打来公司的医院通知 也证实了诅咒为时 小美整个人都谎了 自己虽然再怎么讨厌老板 但也没想过会闹出人命了 可是你在买套餐的时候 有这么想过吗 而小美为了将功补过 下班后便跑到了警局 记下了寻凶启事上的凶手信息 写在了诅咒网站上 她本来想着再来个500块的套餐 但这个月都快月光了 她只能买个200块的 可小美不知道 就是这么一个选择 将会在之后带来多大的麻烦 隔天早上 邮箱再次发来诅咒网站的视频 小美点开一看 原来是凶手昨晚再次作案时 被警方发现 而随着她跳下楼逃跑时 小美却看到了离奇的一幕 自己的男友 居然和自己的闺蜜抱在了一起 这什么情况 小美火速跑去公司 假装不在意地和闺蜜聊起 昨天凶手作案的事 听到对方说自己昨天就在现场 这也证实了小美内心的答案 趁着对方被叫走 她赶紧打开对方手机 果然的确有和自己的男友联系 小美满度怒火 必须要给这女人来套诅咒惩罚 她掏空钱包 直接来了手终即套餐 谁知这时 男友找了过来 只见对方拿出一枚钻戟 向小美进行了求婚 原来男友是找闺蜜来帮忙挑戒指的 一切都是误会一场 小美立马打开网站 想要取消订单 但这不能退款 怎么点都没有反应 那这下可就糟了 这是个百事百灵的诅咒网站 写下被诅咒者的名字 选好诅咒套餐 就能让对方受到不同等级的惩罚 而小美因为自己的误会 写下了闺蜜的名字 只见她边跑边向闺蜜打去电话 想让对方避开一切危险 但没跑紧 闺蜜就走在了自己面前 谁知这时 头上楼顶的钢管猛的锻炼 小美立马冲过去 这才保下闺蜜一命 可诅咒不会就此结束 危险还在后头 随后小美把闺蜜带回家避险 她本以为诅咒已经结束 可闺蜜忽然被热水烫伤 她便毫无担忧地出门满腰 但这个和她擦肩而过的男人 正是犯下多起凶案的逃犯 等到小美回到家后 却发现屋子到处都是番茄匠 她瞬间惊慌起来 打开浴室 没人 再拨打闺蜜电话 铃声却从房间响起 她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门前 随着她缓慢打开门 浑身是番茄匠的闺蜜 就这样倒在了自己面前 就在这时 诅咒网站再次发来验货视频 只见逃犯伪装成快递员 引诱闺蜜前去开门 接着她冲进屋里 让闺蜜成了新一轮的受害者 然而随着镜头的魔动 闺蜜先前居然在偷偷浏览诅咒网站 而且在她咽气前 还把电脑给合上了 难不成是有什么秘密吗 小美赶紧打开电脑一看 结束 终极套餐 而且上面写的名字 就是小美自己 这时 她注意到屏幕后方 身后就站着凶手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看来这两人 可真是对塑料姐妹花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篇故事叫做诅咒网站 出自世界奇妙物语 2013年春季特别篇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